请大海 放松一下身心 但是也有那样人玩游戏玩到天昏地暗 这就得说道说道了 嗨哥 我男朋友回见星星犯网瘾 每个月做那么两三天 回家就打游戏四五个小时 而且只要打游戏就不太打理我 你都让我觉得游戏就是我的情敌 每次会这事吵吵 人家可倒好 说你要我放弃游戏 那你就放弃你的化妆品的电视剧 我气得不行 又不知道怎么反驳 真是我多管闲事了吗 姊妹啊 我注意到了 你说的是你男朋友 而不是自己的丈夫老公 就是还没结婚呢 对吧 那比较而言 这还好办点 真等结婚以后 你再面对这种情况 那就叫有苦难言 有句话叫啥 玩物丧志 沉迷网络游戏 真耽误正事 所以你这男朋友犯网瘾的时候 你就得有明确的态度 我反对 我不希望你钻进游戏之后 把我当成虚拟的了 我不愿意让游戏成为我的情敌 要游戏还是要媳妇 这么就硬着来 横着来 反正也不妥 因为什么呢 你说了 男友并不是天天都这么玩 而是一个月才两三天 一次四五个小时 这就说明啥呢 你这个男朋友还是有点分寸 是基本能够控制自己 所以你也得有分寸的来处理 既要表明态度 又不能吵架赌气 而是以柔克纲 不告别游戏 对象就告别你 左而言之 在对待男朋友游戏上瘾这事上 要我看 就是别吵架 别赌气 既要给他一定的私人空间 同时你也得表明你的立场和态度 说清你的想法 然后以柔克纲